国语有生善书 圣贤堂善书 天堂游记 主著先佛为济公活佛 第三一回 由三观殿拜业地观大地 济公活佛将 诗曰 忏悔前非种善因 贪嗔痴爱罪伤神 虚防失足清灵命 练就金刚不坏身 圣事 有人说 你们都是罪人 我说 世人无罪 有人不服气说 我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难道无罪吗 我说 你既然认罪 我还有何话可说 其实世人无罪 只是似非相加 才变成罪人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世人都去尽力实力 难怪变成似非人 罪人 人本来一身清白赤裸裸而来 到凡间穿上俗衣 染得五颜八色 贪似非 爱恶 把自己的罪及染上了辉煌一夜 世人且不用高兴 但也不必悲伤 今日我带阳生 拜业中原二品设地观大地 求他替世人设罪 希望世人好自为之 不要再犯罪了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启程吧 今日我们将往三观殿 拜业地观大地 启程 已到三地殿府 阳生下连台 我们前日已来过这里 面前分道 另有一条黄金铺地大路 直往前面大殿 在此三观殿府来往高真甚多 而且不少归天的修道士 在三公署考察修道经过 显得繁忙 三观大帝 是称三界公 为次御帝之下 三草暗读 必经三观合批 才转成御帝 世上修道正公得国者 须经三观考核 再分发各天修炼正果 原来如此 前面大殿有清虚公三字 灿灰夺目 是否为帝观大帝所居 正是我们进去参礼 遵命 进入里面 中殿坐着一位身穿龙袍 手持御护圣者 壮肾威严 弟子参驾地观大帝 请大帝开示弥津 免礼 今日你随即佛来到三观殿 我心感悦 请二位就坐 命先观奉明 感谢大帝会赐 今日帝子有此红福 亲夜大帝 请大帝将您之来历 及所辖植物树之 彼使天下众生之之 善灾为普渡众生 天堂地域真相大白 帝观为普渡大帝众生 焉有密而不宣之礼 我为清灵动阳二品 先天真气所化 好曰 中原七气涉罪地观 动灵清虚大帝 清灵帝君 应众生皆在地上造罪 天心本慈 不忍众生堕落 故地观思涉罪之权 指地世人有改过之心 我自有赦罪之意 大帝实在慈悲 但不知如何赦罪 一 人若犯罪之改 有忏悔之心 我就赦其三分罪 从此之行善事 不再造罪 我在案情依依消其罪集 二 今世进入善门修道 一心不退道志 虽累世上有一罪未消 我亦赦其三分 若戒律经言致死不二 道志不退者 我可以赦七分 三 百善孝为先 若无意中犯错 但对双清孝顺者 我亦赦灭其罪 四 凡人有心修道 但磨难重重 皆因素是罪业未消 如能坚忍困苦 不便心智 我自赦其罪 减轻苦磨 五 凡世人祖先罪业未消 尚困名福者 后世子孙能发善愿 行善不施者 我亦可以赦其罪 使罪魂减轻苦行 地官曾分灵化为顺地 故对尽孝道者 特别尊重 中原二品赦罪 地官大地已普渡地上 地下人鬼为怀 故事称中原普渡公 西世人能修身行善 天心慈爱 绝无有一家罪于人 却是处处为世人打算 故定定有赦罪条律 世人如不回头向善 天要为你赦罪 你也无法接受 岂不是无药可救 罪大恶极吗 我有意赦罪于众生 悉众生物自弃之 愿天下众生无罪 人人都是善人 则地官如天官 只是赐福罢了 地官辞怀可敬 但众生大都天天在制造罪恶 您如何办理呢 或福无门 为人自照 应经是众生福后 所以人人吃福 不过福分如灯油 中有净食 如不加油造福 由静灯灭 灾祸来临 私时 人之元灵 由天官降下地官 落在我手中 但我慈悲 再让其有自心机会 准备为世人赦罪 一生中若浑浑噩噩 不知回头 低头向地官行礼 皆回赦罪状 则死后归于地府 无何赦罪凭据 阎王无法饶涉 自定其罪 我与地藏王菩萨 慕尊者本是一气所化 以普度众生 设罪拔悠就苦为大愿 故地官 地藏时为一体 慕尊者孝心度其王母 7月15日 设孟兰盆会 供养十方大德 借资超度受苦父母 地藏王菩萨又有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弘愿 我化为顺时 孝道感天 故有向带耕田 鸟筑除草之神迹 姚帝婴儿缠让地位 史上流芳万古 道教之中原普度 与佛教于兰盆会 相同一天 极缘于此 稀释人生物之 故事人当以忠孝为本 前修圣道 死后定能浑生天界 逍遥自在 大地慈悲 泄露一段因缘 让众生得知造化玄妙 实在符合 今日德文大帝开示 令弟子增广建文 无限感激 对于大帝赦罪情形 弟子还未能全部洞悉 是否能再详细说明呢 既有未明 愿再说明之 一如某甲进入圣门前程修道 但身体多病 精神困扰 常有愿天之言 自觉行善有年 天无佳佑 化解其病苦 三观察其前世为意图夫 杀害生灵过多 晚年虽曾改业 尽神礼佛 但善功不足 此事转生中等家庭 仍结善缘修道 奈前世宰割生灵过多 故今世骨肉酸痛 病苦不绝 上天慈悲 暗中正为其消业 所以全身苦痛 痛苦后始觉痛快 痛苦正是消业象征 如能忍耐不退到心 我敢其成 定涉减其罪业 令他见父康太 若受苦难耐 则我欲赦罪亦无机会 顾悉众生 须有坚强毅力 欲诸不顺 一字尽心忏悔 不可怨天尤人 否则罪业难消 二 未念及一般去世罪魂 身陷地府 痛苦难当 除平时常灵说法度苦外 每年七月鬼日 特语开放一次 让幽魂外出游玩探亲 后世洋人设宴祭拜 以解其饥可 道称中原普渡 献诸花果 珍奇异物 床床宝盖 清善饮食 公诸圣众 众鬼皆大欢喜 佛称于蓝盆会 聚臣百味无果于盆中 供养十方大德 借账众僧大的力量 以超度过世父母 大地慈悲 普渡阴阳 圣德无量 弟子幼时住于香郊 家父每逢七月夜晚 必设大地神位于宅中 并于路旁点灯照路 据说是宫幽魂照路 便于行走 是否有此事 但今工商发达 都浮以少见这种场面 是否会影响鬼魂的行走呢 阴间如心夜 醉魂囚禁其间 阴森痛苦 阳世声明慈悲为怀 七月路边设灯照路 便立幽灵行走 功德无量 今日凡事科技进步 店员充裕 乡村都市 夜里路灯通明 游魂已绝路 明无障 故著名不设灯 已无影响 所谓时千法一千 极为如此 大地所述甚事 今日拜夜大地就此结束 准备回堂 奉送二位 愿苍生多向善修身 切莫向罪恶深渊中污染 好使我不必再替众生 赦罪而操心 人非圣贤 知过能改 善莫大焉 如能忏悔昔日之非 我愿还你今日清白 赦你无罪 愿众生把握良机 莫待一失人生 万劫难赴 感谢大地金言 拜辞地驾 圣贤堂已到 阳生连台 魂破头体 智莫�ar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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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